曹星成很喜欢让台海两岸打起来的一个人 开记者会也要穿方丈背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有人要搞得像乌克兰跟俄罗斯这样要打起来 打起来才爽是不是 曹星成在记者会要花多少钱 让台湾有一批会打仗的一个军队 他干嘛捐钱 你就出来号召所有支持过蔡英文的网红网绿 都出来我们站前线 你认同的打三好不好 这样不是最好吗 你干嘛去捐一些钱 你要那种身心灵结合 曹大哥带头 穿了防弹背心戴了头盔 这阵子有支持蔡英文的所有网红嘎嘎乌拉拉 什么那个卖煤金的 我们家里他家已经没有卖煤金了 跟老东家已经翻脸了 馆长之类的 你们都站前线了 站前线身心灵结合才会打胜仗 干嘛还要花钱 找这些人去就好了 站在第一排 台警第一排 那当然记者会人家记者就问他 为什么台海两岸会那么紧张 是因为蔡英文的抗中宝台吗 两岸紧张本来就是抗中宝台 这个东西一直拿出来用 你把他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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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刿银顿攻 permitted recall 去发问的吗 嗯你说人家匪台你要拿出证据 如果真的是匪台的话 政府要把他抓去呀 如果不是的话要有记者义 他就是可以问的就是有第四权啊 说人家匪你是知道吗 你现在的行为 就是你口中的匪呀 认同的打6好不好 你现在不给记者问这件事情 你只是给你喜欢的媒体发问 你骂人家斐 你现在的行为才是真正你口中的斐呀 你认同的打6好不好 哈哈哈哈 还不给人家问他 他说台湾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不能像斐那边 然后人家一问 我不给你问 哈哈哈哈